大家好,我是亚欣 那么今天我们来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苏东坡 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 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但是说如果以我们现在啊 对于这个上班族的观点来评判的话 那么苏东坡真的是太缺心眼了 为什么说苏东坡缺心眼呢 因为他太敢做自己 看不惯什么就写出来就说出来 喜欢什么也写出来说出来 总之就是有着那个 自己身上那股潇洒劲 可是他却忘了 自己是在一个黑暗的官场里 有一次苏氏在家里举办全家聚会 兴致来了呢就写了一首诗 说自己在家里面 过着怎样幸福快乐的生活 没过几天 这一首诗呢就传到了 京城知书密院士张纯的耳朵里 张纯听了之后很嫉妒 心里想着 我们在这辛苦的工作 你却在家庭聚会 于是呢就在皇帝面前 说了很多他的坏话 果然不久之后 苏氏就被皇帝贬了官 其实像这样的情况呢 很多苏氏经常是看朝廷 哪里做的不好 就写手诗来批评一下 可以说是一点心眼都没有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最终导致自己被卷入了乌台诗案 让那些看他不顺眼的人 有机可乘 无论是放在古代 还是在现代 苏氏都活得是太没有心眼了 他把自己的生活呢 还有情绪 全都没有掩饰的告诉了别人 甚至是不惜得罪一些大官 我们现在的这些人 都没有苏东坡的潇洒 我们甚至说连发一个朋友圈 都要屏蔽很多人 抱怨工作的时候 我们要屏蔽老板 抱怨生活的时候 我们要屏蔽父母 甚至是怕前男友或者前女友 知道我们现在的生活 时间一长 我们的朋友圈呢 就已经不再是自己的朋友圈了 他开始变质 变得不真实 不自在 比如说我加班加到了深夜 本来我想发个朋友圈呢 编辑好了之后 刚想发 我又在想 老板会不会觉得我太矫情 同事们会不会觉得我在邀功 想来想去 最终不是删了 就是屏蔽掉这些人 所以说渐渐的我们学会了隐藏自己 社会很残酷 我们需要迎合这个环境 让自己成长 但是如果成长的代价是失去自我 你还会愿意这么做吗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喜欢我们视频内容的朋友呢 可以私信我互动交流 下期再见